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,二战意大利到底有多弱?五十万人被十万人暴走。若德国不就直接团灭,我们人类打过的这些战。 第五十八期,1940年6月14日,德军坦克开进了巴黎城,号称世界最强陆军的法国土宗瓦解,德国正式成为西欧霸主,同时借着最胜利的东风德国,还坐上了全球法西斯阵营的头把交椅,将世界上的第一个法西斯国家意大利死死的压力一头,面对希特勒与他的德意志帝国如日中天。 意大利那此领袖莫索里尼,可谓心如刀割,明明自己才是法西斯政权第一人,怎能让德国那后劲的黄毛小子给压一头? 于是在1940年7月,莫索里尼,下令意大利非洲军团总动员,借英国忙着应对德国可能应激利海峡大登陆的机会,降渡英国在埃及、史利亚、肯尼亚、索马里的殖民地,进而以次为基础建立属于意大利的非洲大帝国,为日后跟希特勒平起平坐积累筹码。 当时意大利在非洲主要有两个驻兵点,分别为东非的阿比西尼亚、埃塞俄比亚,和北非的利比亚,兵力大致为阿比西尼亚约30万,利比亚约24万,和几亿起意大利在非洲大陆有近50万大军。 反观他的对手英国,就显得尤为的寒酸,英国在埃及、苏丹、肯尼亚、索马里的驻军,加在一起才10万余人。 因此战争开打之前,摸索里尼那叫一个高兴,他认为自己拿下非洲,就跟德国哼扫法国一样。 So easy! 7月下旬,意大利驻埃比西尼亚的30万大军抢先向英国伐难,并分两路南下肯尼亚、索马里和北极苏丹。 8月19日,意大利军队取得重大突破,索马里英军权限崩溃,索马里首都伯培拉查身意大利国旗。 1940年9月13日,当英国非洲指挥官全新次集中在苏丹、肯尼亚之时,意大利利比亚军团集中6个步兵师和8个坦克营,对埃及的英军进行突袭。 由于,没能料到意大利会同时打两个战场,当时,埃里边境上,英国仅一个整编时完成步防。 因而,意大利前期得意火速推进到西迪拜拉尼,将埃及半个海岸线输入狼中,与英国军队沿马特鲁港口对峙。 至此,意大利与英国的非洲争夺战告一段,然而,英国毕竟还是当时在位的世界霸主。 9月下旬,为了稳住非洲局势,靠着英国飙悍的海军能力,大逼军用物资,持续不断地武装非洲的英军。 11月持宝和族之后的英军自苏丹和肯尼亚出发,向埃底西尼亚和索马里的异军发起反攻。 与此同时,埃及的英军也不甘落后。 12月8日,英国人向意大利盘踞的西迪拜拉尼发起了猛攻,攻击持续了三天。 12月11日,约两万云民弹剑凉决的义军,举起双手走出了阵地,英国光复西迪拜拉尼。 此后英国趁着这股大声的东风,直刹利比亚境内,可能是未能了得英国人的反攻来得如此之快。 英军攻入利比亚后,几乎没有遇到什么硬仗打。 至1941年2月,英国拿下了包括班加西在内的整个利比亚东北部。 意大利非洲军团陷入随时被拳肩的风险。 好在此时,那位让莫索里尼,几堵到眼睛发红的西特勒出手了。 为了稳住非洲大陆上的法西斯旗帜, 1941年初德军统帅部伊隆梅安中将为司令组建了非洲军团。 下辖一个坦克师,一个轻步兵师,此后靠着之苦心注入的血液意大利稳住了利比亚局势。 且在1941年3月发起了反击,借着英国立脚为稳的机会一鼓作气,将英国人赶出了利比亚,并夺下了埃及边境小城塞鲁姆。 可能是老千爷眷顾英国人,由于德国重心在于打苏联,没有多余兵力支援非洲兵团, 德裔联军在无充足兵力补充的情况下,只好暂停进攻,与英国在埃利边境成稳固对峙状态, 而意大利在非洲苏丹方向的战局就不容乐观了,没有德国军队的支持,意大利军队败得一塌古图。 1941年5月19日,原本有约30万的意大利阿比西尼亚军团,最后一支成编制抵抗英国的意大利军队, 将英国举白旗投降,更多精彩,微信搜索原赛域公众号参看资料, 北非战场的另一种解读送一场,领导文翠,2004,非洲沙漠大决战流。 刚才,李奎团集出版社2015配图来源网络,没发现版权声明,版权人若觉不妥,灵信我们。